你去帮我看看冰箱后面 叫了吗 一声 怎么叫啊怎么看啊 你去看一眼吗 不一是老鼠怎么办啊 什么呀我不是老鼠 王小飞和大S的感情 曾经是大家都非常羡慕的 当然也是非常地看好两人的感情 王小飞和大S虽说仅相恋了20天就结婚 两人也很快生出了彼此的爱情结晶 起了荣荣的一家思考 更是让人羡慕 王小飞和大S结婚后 也一直以爱的形式出现在大众眼中 因此不少人认为两人是会只子只手 一次偕老的 但是也没想到两人却宣布了离婚的消息 让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遗憾 当然也觉得非常的可惜 其实王小飞和大S的感情早就出现了矛盾 而并不像是大家看到的那么甜蜜 王小飞和大S两人自从有了孩子之后 就一直分居两地生活 王小飞由于工作原因就长期生活在北京 而大S为了让两个孩子能够生活在刚好的环境 而是一直和两个孩子生活在台北 长期下来两人对彼此的感情早已淡化 再一次大S和王小飞三晚旅游 大S娇弟弟地跟王小飞撒娇 也因为这样温柔的大S 会让王小飞有一个好态度 无聊却遭到王小飞的一顿漫漫 大家看到王小飞对大S不好的态度 都喊话如今了大S 幸好现在离婚了 不然更遭嘴 多为大S感到不值得 对此大家怎么看王小飞凶大S一事呢 欢迎留言片吗